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出生在一个山村里 在一个南方的半山腰上 山的前面有一片竹林 竹林附近有很多一层一层阶梯似的那样的雁田 雁田的上下两阶之间会用大石头雷起来 石头和石头间会有很多缝隙 这里面经常有蛇 小时候我常去山上玩 有一次看到一个捕蛇的 就好奇地跑去围观 他从墙洞里抓到黑乎乎的一条 应该是蛇 直接用剪刀把蛇头给剪开了 剪掉了 然后头就掉在地上 蛇头还在不停地呲牙咧嘴 试图咬人 不停发出刺声 捕蛇人把那个蛇的脖子剪开以后 从脖子的切口 再剪开了一个小口 整个皮被扯下来 连着一大串内脏 带皮和内脏一起剪掉 他从内脏里剥了剥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应该是蛇胆 他那个手上缠着那个蛇肉 没有头 没有尾 没有皮 没有内脏的一节蛇肉 只有神经还活着 在手臂上扭动着 在大中午大太阳下面 显得蛇肉特别的白 而蛇头 扔在离我很近很近的地方 还在撕咬着 呲牙咧嘴的一个状态 扭动的蛇肉 在他的手臂上一直缠着 那种情景对我来说 是又奇异又害人的 这么多年 我依然能够记得如此清晰 从这次的记忆出发 我创作了这个系列 但里面会有一些想象的成分 和我当时的感受 混合在一起 人的视角 蛇的视角 通过颜色和构图 混合并列 因为老和一帮写作的人 待在一起 他们一直都在叙述 我也一直都在叙述 把类似于捕蛇这样的记忆 和想象 用图像产生出来 再重新组合 我相信只要真诚地去创作 你身边的 当下都会在作品里被反映出来 绘画 绘画其实没有那么的时效性 比如像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 它其实很难瞬间把它抓住 我觉得绘画更接近一种潜移默化 你慢慢地吸收 然后慢慢消化 再慢慢地传导出来 这样的一个结果 感谢观看